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2024年1月8号 也是今年的第一堂表演课 结束完了 今年第一次视频 以一个最全新的方式 跟大家来分享 不同的视角 不想每次让别人看到 我都是车上路上的情况 这样大家看到可能很烦 那今天我尝试一下 就是上完课之后 才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今天可能我会 在这两天就上船上来 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 来分享的视频的话 我现在才更新到8月份 现在已经是新年的1月份了 所以的话 如果我再不把这个视频 放在前面的话 那我这个视频 新年视频 可能估计又得到夏天 才能发出来 让大家看到了 所以我直接就跳过来 从去年8月份到年底的视频的话 我就选择性陆续的发一发 如果没有什么新意的话 我就不发了 因为已经就是压了太多视频了 没及时跟他分享 所以越拖越久 那我就想把新年的这个视频 先发出来给大家 本星期的视频 在最迟在周末的时候发出 这样的话不会拖得太久 时间性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 这种时间差 那今天上课的话 人很少 因为有好几个人已经明确说 不再来上课了 至少有两位吧 甚至有三位更多 也不太确定 今天我们只有三队 三队对 六个人 今天只有六个人来上课 我其实也在一直在考虑 是不是还要上 因为从前年11月底开始 一直上到去年11月底 已经上了一年 然后我们也做了那个showcase 就是一个等于说 一年结束的一个表演 学的东西的话 我之前也大概成最基础的reputation 后来到activities independent activities 然后到emotional preparation 还有两场sing 做了两场sing 还有monorogue 到现在为止 今天的课 relationship 关于relationship 现在的课 就是更加着重于 你每个人都是有 你哪怕是一个人 也是有关系的 你跟空间的关系 你跟时间的关系 你跟这个物品 你用到的道具的关系 还有那除了你个人之外 还有跟对方的对手的关系 跟它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 还是夫妻 还是兄弟姐妹 还是敌人 还是什么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又还有就是好的朋友 还是坏的朋友 还是什么 什么那种 你都有这种不同的关系 会使你有不同的这种 situation 就是你的setting 今天我们做的就是 有一个人做他的活动 他这个活动跟之前就是一样的 就是你在一定时间内要完成的紧迫性 有紧迫性 有时间性 有难度的一个activity 然后另外一个人 假设你是他的什么什么人 就那种关系 然后他对你的印象是什么 你在他心目中是什么样一个人 然后他就进来 就开始跟你在reputation 然后再加上一些即兴 就不全是那个重复了 就有一些improvisation这样的结合 那我跟对手做了两场 第一场的话是他做activity 然后我进来 我进来的话 他有好多种关系 他说他拒绝了 就是不是做那种关系 因为他自己也有想法 但按理来说 就是我作为什么关系 他是在这个课程的规则里面 其实对方是可以 其实他可以拒绝一次 但是不能什么都拒绝 那这样的话就这种关系 就是范围就太窄了 他去医院做了检查 发现他有一个要马上要做的手术 他得马上去医院 然后他在家里在收拾东西 准备要离开 并且在列一些东西 注意事项给过来照顾他女儿的一个清单吧 所以他还要去找人去打电话 去找人来照顾他女儿 他才能去医院做这个手术 这个手术特别重要 而且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病 所以的话之前的话他也有过得知这些消息的时候 可能有会比较伤心 那我是他的邻居 那作为邻居我怎么去跟他产生关联呢 就是我敲老师就给我一些提醒 然后先也问了一下我就是我 我设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就因为作为邻居我没有办法对他了解太多 我就说我只是看到他的行为有点怪怪的 然后表面上很客气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老师就出来 等我进去之前给我交代了一些课程的 就是说我应该做什么 他说你就假设他你这两天都听到这个房里面 这个女生在哭泣 所以你作为邻居感觉很奇怪 然后有点担心想进去给予帮忙帮助 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那我就开始的话进去 就他会觉得我很很奇怪 一个陌生人怎么 他说他没事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需不需要什么帮忙 然后他说不需要 没有什么事情 就有拒绝我的意思 然后我就很尴尬 一直等在那里又想进去 但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尴尬 然后来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课 这个练习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就其实坚持 那我就补充说明 我听到了什么动静 我觉得我这两天都听到有人哭泣 所以我非常非常担心 你是不是有什么隐瞒 你是不是有什么隐瞒 觉得不相信我 不告诉我 那我说你放松 然后我是完全可以帮你的 你不要藏着 我也会保守秘密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隐藏的时候 他有点触动 那这个时候我 我以为他是真的是 就是表面上不让 不让别人接近 但是内心 说到他内心的时候 他会有 他会被感动到 就是你这么细心 你发现了 他有什么隐瞒的什么困难 我以为这找到的机会 但 还是就没法跟他 让他信任 和我又很尴尬 那这个 这个就做完之后 就觉得 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这个关系 设定的也挺 也比较复杂 有一定的挑战 所以 这个 但做过之后 有个 然后包括看了 其他同学做的话 就有一个启发 就是 有感受到一些东西 就是 这种设定下的话 你是会朝着那个方向 去 我现在说不好 但是我 觉得这 这有两大的驱动力 两大的这种设定 和驱动力的话 是会把这个 情境和这个情节 有一定的 就是 帮助你 做你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 生活化的这种 进行也好 对挺好的 一个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嘛 那你做的事情代表了 你跟这个事情的关系 然后你做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真程度和这个重要程度和难度 那你得一直在做 但是另外一方进入的时候跟你来说是一个冲突 你可能没有预想到有这样的一个人进入 然后他会把你想象成什么样子来跟你问话也好跟你说话也好跟你试探也好 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就是说你你的好奇也好你的反应也好都得是真实的嘛 你不可能是你再去假装什么东西你唯有做这个事情你自己的这个状况是真实的 他跟你来说你是必须要得听清楚他说什么东西 然后你能怎么回复他 然后你是不是有立场 你做的事情跟你说的东西有没有冲突 有冲突的话你的选择是什么 对这就是我学的我体会到的东西 上课之前的话老师还聊了一下就是 那个我们在新的一年设定三个目标 然后看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 这三个目标是要有可行动性的 就是并不是一个梦想 一个梦想可能你是没有办法实现 比如说我梦想去月球 那这个梦想很好 但是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到 但你比如说我想要获得一个长篇电影的演出机会 不管是什么角色 那这个是可以真的是可以通过步骤一步一步来去实现的 那他讲的是这种目标 那我说我的三个目标是我要去参演一个长篇的电影 至少是一个配角的角色 然后第二个也是一样去参与一个电视的一个表演机会 那这个的话我没有参加过 那我可以是任何一个角色 但前提是要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制作 还有一个就是我要演一个 那其中就是其实有重复了 我这两个目标当中 其中我要至少要一个是英文的 说英文的角色 好了 有这个目标我还可以再细化一点 到时候再跟大家聊 然后我希望能够去想一想他的步骤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帮忙帮助 然后准备去实现他 对这个是我新年的一个愿望 大家也看到我也换了新的发型 第一次带着我这个发型来出镜 所以希望以新的面貌来跟大家一起来走过这个2024 新年快乐